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iOS 14.6有哪一些更新 iOS 14.6的正式版本呢 应该会在这一两周推出 我们今天呢就来抢先看一下 有哪一些更新的内容吧 这一次呢 iOS 14.6更新的功能其实并没有太多 而且都不是非常大的更新 而且之后呢还有iOS 14.7等着我们 也就是说开发者大会之前呢 不知道会有几个版本的iOS 14 那以下呢我会以跟台湾的相关程度最高 然后讲到最低 因为有些功能呢 像是Apple Card的话在台湾就是没有嘛 那首先第一个更新呢 就是之后iOS 14.6 你可以在AirTag里面留下email的资讯了 就是我们知道呢 AirTag会出现在你iPhone的寻找App里面嘛 然后如果今天这个AirTag不见的话 你就要去开启遗失模式 那在iOS 14.6之前呢 你的遗失模式是一定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的 但是在更新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使用email 就可以避免捡到的人看到你的电话号码 当然就看你想要使用哪一种方式 让对方联络你啰 另外呢这一次的更新也更注重 AirTag上面的隐私安全 就是现在如果有人用NFC去扫你的AirTag的话呢 它只会显示部分的电话号码 而不是显示全部的电话号码啊 总之呢这次更新就是加强了AirTag 它在隐私全保护的部分 再来呢下一个iOS 14.6修正的功能 就是有的时候在通话的时候 蓝牙设备会突然断线 或者是把你通话的声音呢 发送到其他的设备上面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在讲电话的时候 如果我去打开我的AirPods啊 或是关闭我的AirPods 对方的AirPods也会跟着断线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希望在这一次的更新呢 有改善这个部分 再来下一个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Podcast现在有订阅制啰 那我刚才查了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Podcast的创作者的话呢 你每年要付给苹果20块美金 去取得它订阅制所需的工具 那开放订阅制之后呢 你就可以每个月或者是每年向听众收钱 这个部分呢 就是看创作者想不想要加入这个计划 然后下面呢 马上就出现了他们的死对头Spotify 他们说这个创作者 可以免费加入他们的订阅制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想要抢这个Podcast订阅制的市场啊 再来下一个iOS 14.6的更新呢 就是现在Apple Card可以家庭共享了 那目前呢 台湾并没有开放这个Apple Card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今天居住的国家 有开放Apple Card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iOS 14.6之后呢 开启家庭共享 然后你最多呢 可以跟5个家庭成员共享一张Apple Card 就是苹果信用卡 那他们的年纪都要在13岁以上 然后最棒的呢 就是这个Apple Card 它可以跟踪每个人的支出 然后设定额度 所以例如说你今天住在美国 然后你有小孩的话 你就可以帮他们设定这个Apple Card 然后你可以每个月 给他们零用钱之类的 全部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完成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iOS 14.6也修正了各式各样的错误 像是之前iPhone在开机的时候 它的性能会下降 或者是Apple Watch在解锁iPhone 会出现一些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小的错误 在这一次iOS 14.6也都修正了 那我目前自己更新到iOS 14.6的Release Candidate 还没有出现什么非常重大的问题 如果有出现的话 我再来跟大家更新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介绍iOS 14.6新功能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